这是我大概十几天第一次出门 然后这是整个小区的状况 基本没有什么人 然后我今天是准备出去到楼底下的小超市买点食品供给 并且去附近的药店看一看 有没有口罩还可以补货 然后再买一点日常用药 我们小区现在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行人基本都戴着口罩 然后小区只开了 只留下一个门了 出口处还有提示佩戴口罩的标语 还有专门测体温的一个测温点 小区门口的商铺基本都处于卸业的状态 这是我们附近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药店 所有的交易都要在这个桌子这里完成 其实现在药店都是用一个桌子拦住 我以为没有营业 其实是防止市民轰墙或者同货涌进来 目前999都是缺货的状态 只有莲花清瘟颗粒和其他一些杂牌的感冒零颗粒还在卖 然后传说中的双黄莲早已经没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武汉现在外卖的一个现状 这是我家附近 基本现在还在营业的只有一些饺子店和烧烤 还有水果和鲜花了 然后在配送时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平常基本都是在半个小时左右 但是现在可能基本都在40分钟以上 并且配送费基本都在5块以上 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外卖系统还是有在运行 但是在配送方面可能资源不太充足 并且营业的店铺可选择的种类非常的稀少 如果要维持日常的生活饮食的话 还是需要出门去采购一些蔬菜肉芹以及柴米油盐的 现在是晚上8点45分 这是我第17次走进我的房间 刚刚产奶茶的我就冲了一杯香苗苗 而王者荣耀已经又上了6颗星 今年注定是特别的一年 大年30家里没有一个亲戚 原本是三个菜的年夜饭 今年只剩三个了 而且还都是青菜 在上海上班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反护工作 但我相信从武昌起义开始 武汉就一直是个英雄的城市 所以它一定会挺过去的 而我们所做的这所有的牺牲 都会划走明天的太阳 发光发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